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我们秋香老师就要出来分享一个健康好便当菜 那今天老师要做的是 家庭主妇很容易取得的猪肉片 是 我今天用的这个猪肉片就是 火锅肉片 对 火锅肉片 但是我是用那种五花肉 稍微比较败一点 那你也可以用李希肉 所以就是看你自己喜欢 那我会用盐菊来腌它 好 我们来看盐菊这个是老师带来 市面上其实超级市场会有各种的盐菊 有 是 盐菊你都怎么用 盐菊像我拿来腌肉 你可以拿来腌鱼 那你也可以拿来炒青菜 它的一个用途就是取代盐巴 取代盐巴 然后盐类似味噌一样 对 因为它是花效 它就变成调味品 它是花效食物 所以基本上花效食物 其实吃起来对人体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你买回来的盐菊 你自己要先试试 因为有的盐菊 它好像在腌酱菜的同样 有的很減的 有的比较不減 所以我在盐的时候 我就是会先试 那这一家的盐菊不是很咸 所以我就会放稍微的多一点 OK 好 把它盐一下这样 这个还是跟味噌同一个道理 因为你买不同品牌味噌 咸度也会不一样 然后你大概要自己斟酌酌量 那因为老师准备的是 类似火锅肉片比较薄片 所以它腌制的时间就不需要非常长 就非常短 然后像如果说我今天用的一个鸡胸肉 或者是用那个鲤鸡 传统鲤鸡不是中鲤鸡 肉属一条鸡鸡 那个就会很硬 所以那个你就可以腌的时间长一点 那我这个就是口感会比较清爽一点 好 那我今天还用一些菇 还有一个像豆干 像我自己 如果说你早一点起床 你每天早上 你不用说找到哪里 你就是大概找个十分钟 你就够了 那我先把这个菇放进来 好 我们香菇切片直接的 新鲜的香菇 新鲜的香菇切片 然后直接让它干烘 对 然后另外这一边 我们就可以来炒豆干 豆干我先放在这一边来 豆干一样切跟香菇 类似大小厚度的薄片 那我都还没有放油 我就是先给它 就是干锅稍微的煎一下 它就会有香气出来 那这里面呢 肉跟 如果说你真的在早上 你不知道怎么样先去处理的时候 肉跟香菇是可以搭在一起的 所以它们两个可以一锅 然后这个跟青菜可以一锅 这样子 那我给它稍微的就是 干煎一下 那这一边呢 我就会来炒这个 这是那个高丽菜苗 那如果你家里有什么青菜都可以 那高丽菜苗呢 其实还有一种绿色的 那高丽菜也可以 但是高丽菜因为小孩子太常吃了 我们给它换一下这样子 那我在这边呢 我就会炒樱花虾 炒樱花虾 这个时候呢 我会自己就会做的这个葱油 这个是老师自己做的葱油 对 怎么样做葱油 就是大蒜跟红葱 它的比例就是大蒜5 那个红葱头大概2 然后你把油就是加热了以后 你把它倒下去马上熄火 但是你的大蒜要剁好 要放在外面大概30分钟 为什么 要让它干是不是 对 让它氧化 然后那个营养成分会出来 酸素会比较强一点 这罐就是葱油 就是大蒜5 洋葱2 然后油加热 然后大蒜跟洋葱剁碎 先搁置这个30分钟 然后油加热之后 你那一个大蒜洋葱下去 然后就泡它是不是 是 就我要泡它 这个很香 这个随便拌什么都会好吃 这个如果烫青菜来拌 应该也会很好吃 所以你就不需要在什么在那边 你在那边看汤 对 这就是替代你烫香 你可以一次做一批 所以老师用这个蒜油炒一下樱花虾 然后高丽菜苗就下去 下去之后就加了一点点少量的水 然后现在少量的水盖上锅盖 让它里头可以循环蒸汽可以熟 是 那现在这边豆干下来对不对 那我们就把豆干就是一样 这个葱油就放进去 然后豆干放进来的时候 我们要加一点点的酱油 现在我都一直闻到那个樱花虾 腌入味之后你就可以快速炒 是 然后让它均匀的加热 让它自己的一部分的油脂也把它逼出来 是 那我就不管它 那我现在这边你看打开 哦 漂亮 它就很漂亮了对不对 那你就把它和在一起 这样这个菜就有可能是早上上菜的便当菜 是 那关键灵魂其实是葱油要先做好 不然你慢慢放香有时候也是很厉害的 好你看这样子这里面是不是就有一个 那我这个就可以熄火了 这是一道我厉害的菜 对 这边就已经完成了 那另外呢 这边这个就是蒜苗 那这个蒜苗我们买回来的时候 这个头硬的部分你就把它 那个把它摘掉 现在任的都留下来 现在蒜苗为什么会挑蒜苗 因为蒜苗其实你做变大菜蒸过也很好吃 那又是季节性 就趁现在有的时候赶快 对 赶快买这样子 好 我们来看一下你那个肉片 大概五分熟了 是 好 其实很快 好 所以这个时候蒜苗下去 是 好 那我们现在呢 那这一个的咸味就是来自于盐菊 这边因为我不能腌太多的盐菊在里面 腌太多的话 它在炒的时候 它会搅拌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现在再加进来 所以你盐菊当腌料的时候 当腌料当调味 然后最后当调味料再酌量 是 再给它一点点的水 是因为我要让这个蒜苗 稍微的阴度 让它闷熟 对 它会比较就是会比较松硬 因为你如果切切是切切 小孩不爱吃 如果稍微煮过 它就会松 好 那我现在就可以来照片 老师这一类市面上的盐菊 他们取代盐 或者味精 或者味噌 那它其实也都有保存期限 有 所以假设跟味噌一样 假设你开封 你就是还是要放在冰箱 一定的 然后一定时间赶快用掉 是 还有就是你用那个有油的东西拿了 你的汤匙碰到油就不要去碰它 因为油碰到里面它会容易会坏掉 OK 好 秋香老师 你那一个盐菊 猪肉片跟那个蒜苗蒜苔炒熟了 就可以立刻这一个装便当上菜了 是 那我现在就可以熄火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秋香老师很厉害 用盐菊来提味 用盐菊是发酵性食物啊 而且它又是一个很好的调味料 就是你随便一般用盐嘛 它的那个健康层度就没有很高 但是用盐菊 它就可以一次又可以煮很多道菜 可以替代这种调料 有点画龙点睛的效果 而且这样等于说我们那个小孩子啊 他又可以吃到很清脆的蔬菜 他又有好吃的那个肉片 而且小朋友最喜欢豆干了 刚才那个秋香老师有讲 就樱花虾又可以增加盖子 所以针对那种发育中的小孩子啊 他们便当菜应该就不会嫌弃了吧 我觉得我要来好好学一下这样 对啊 那我要讲一下这个盐菊 就发酵